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继续讲土木之变 今天我们讲第四回 王振大转弯之谜 大同 是吧 咱们在讲土木之变时 咱们不断地提到这个城市 大同是土木之变的起点和转折点 但是大同不是土木之变的终点 土木之变是从大同开始的 是从七月份 瓦剌军是七月份开始骚扰大同 我们其实很熟悉这些蒙古骑兵 他们的战法 就是先用小谷的部队四下截掠 大队人马藏在四周 等到守将被击录 说你带着城里的大队人马出城 要教训这些小谷敌人的时候 突然蒙古骑兵的大队人马 截住了退路 惊慌失措 四散奔逃 最后 全军覆灭 大同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件事 真的 你不能说这类守将无能 蒙古人的这个招法已经用了一千多年了 无数的名将栽在这个地方 这个招数啊 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来的 利用你的善良 利用你的同情心 就怕这个人 就怕你没人性 大同守军这一战 其实够惨的 主将阵亡 四个副将 三个阵亡 一个逃走 守军 叫全军覆没 随后 大同失守 这个逃走的将军 你记住 他叫石亨 以后 这是大明朝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夺门之变 就是这个石亨搞的 我们其实能接受大同失守这个事实 对吧 面对蒙古人的偷袭 除非你是和蒙古人作战很久 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一般的人 真的是斗不过他们 可大同这次啊 他有点特殊 那就是这一次被激怒的 不是守将 而是督战的宦官 据说 当时在这里督战的宦官叫郭靖 主将呢 当时主张固守带员 而宦官 是宦官一定要出战 结果导致战败了 这个被史书上唾弃的宦官 郭靖 我们说其实是冤枉 他是立了大功的 对敌人四下劫掠的时候 郭靖表现出的愤怒 我真的认为这叫可爱 宦官不是坏人是吧 当蒙古军四下劫掠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军队无动于衷 是一个宦官看不下去了 为我们请求帮助 我们有什么道理 后来咒骂他呢 我觉得咒骂他 你的立场是不是有点偏呢 郭靖后来参加了战斗 他是跟着部队去了 最后战败的时候 他是装死逃过的一截 使官们给郭靖的评论就是 贪生怕死 你觉得这算贪生怕死吗 我要是怕死 我就不会去 何至于装死呢 在王震八月份 到达大同的时候 王震眼看着瓦剌军败退 当时决定要出动 追击 郭靖这个时候赶到 拦住了王震 追不得呀 我们就是因为追击吃的亏呀 要不是郭靖这次挡路 不用等到土木堡 在大同王震就全军覆灭了 使官们说 王震就是听了郭靖的讲述以后 害怕蒙古人 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是不信 因为王震出来以前 就知道大军全军 就知道大同全军覆没这件事的 就是因为大同失守 皇帝才御驾亲征的嘛 所以对于惨烈的场面 王震是有心理准备的 是吧 再加上到这个时候 其实一战都没打 也先就逃跑了 我问你 王震的惧怕 从哪来的呢 王震不但不畏惧 他现在应该很得意 为什么 因为不出所料 这样其实形成了有趣的局面 虽然一仗没打 但实际上明军胜利了 对吧 夺回大同 而且完成了附近老百姓的撤退 下一次也先再来 这四下你抢无可抢 说也先攻城 到时候明军肯定是坚守不出了 王震现在已经达到了自己 所有的出兵目标 打破蒙古 收复大同 这叫大捷 对吧 如果现在返回北京 把大臣一收拾 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和野先是讲和呀 还是继续打仗 那都不是重点 其实真的就很圆满 这次出征 至少到这 王震的目标全实现了 可以撤军了 可是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走不了 为什么 粮食不够了 你可以算算 王震7月16日离开北京 咱们就算他的士兵 咱们就算他的士兵是7月19日在居庸关补充的粮食 他们的粮食 我们知道是靠驴驼的 三个人一头驴 外加一个铅驴的 十天这四个人要吃掉多少粮食 是吧 他们7月19日离开居庸关 8月1日到达大同 你算吧 这是十天 咱们算 我算过 是吧 他们这十天到达大同 其实一天行军80里 这是一个体力消耗很大的事情 一个人一天 我觉得三斤粮食 咱们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 我不管做饭 所以我搞不清自己吃几碗干饭 我们就算一个人一天三斤 四个人一天十二斤 再加上驴 我们算驴一天吃八斤肤子吧 这一天是二十斤 十天是两百斤 驴能驼多少 是吧 因为回来的路上 这一路上 明军都得不到补给 这五十万人的一支军队啊 他们走过之处 肯定是全吃空了的 回去根本就不能补充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 这头小毛驴 除非他在北京 是驮着五百斤以上的粮食 从北京出发的 否则 他们现在回去的时候 走到半道 就得断粮 王震现在糟糕了 回不去了 也等不来粮食 因为大臣们现在在北京 你就甭指望他们了 我们现在有必要画一张地图 如果你手边有纸 你就跟我一起画一张地图 咱们现在就要看这个大转弯是怎么回事 按照地图上北下南 左东 左西 左东又西 左西又东 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画一个菱形 是吧 东西长 南北短 这么一个菱形 右边 在地图的 在你画的这个地图的右边 就是东边 是北京 是吧 左边就是西边是大同 上边 北边 这是宣府 下边是南边 这是玉县 有一条线呢 是连接南北两点的 就是宣府和玉县之间有一条 有一条道路的 在这条道 就是从玉县前往宣府的这条道的 靠近宣府的位置上 你画一个点 这一点叫做耀尔岭 在宣府前往北京的路上 靠近北京的地方 有一个点 叫居庸关 在居庸关的西面 有一点是怀来 怀来的西边 是土木堡 换句话来说 从北京到宣府 一路经过居庸关 怀来土木堡 从宣府到北京 要经过土木堡 怀来 过了怀来 是居庸关 到居庸关 明军就到家了 安全了 在玉县呢 在玉县去北京的路上 在靠近玉县的位置上 有一个关口 叫紫金关 紫金关也是明军的一个重要关口 它有重兵发守 明军实际上 到了紫金关就安全了 明军的行军路线是这样的 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 是从北京出发 走玉县 走玉县 然后呢 然后转弯 走宣府 再到土木堡 在土木堡 全军覆没 实际上让人不解的就是 紫金关和居庸关这两个关卡 都有明军防守 过了关就安全了 明军非常奇怪的是 他们都走到紫金关的跟前了 因为从玉县再往前走一天 就是紫金关 过了紫金关就到家了 如果这么走 就不会有全军覆没的最后这个结局 但他们就是在家门口转弯了 自己给野仙送上门去了 这个转弯 就是我们说的 王震大转弯 也有叫玉县大转弯 为什么要有这次大转弯 使官们给了一个组合的解释 来说明从大同出发 这一路古怪的行军线路 使官们是怎么说的呢 使官们给的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 明军为什么草草从大同撤军 使官们给的解释就是 到大同 王震胆怯 是吧 因为他听了郭靖的那个描述以后 王震怕了 怕了野仙了 于是王震带着大军逃跑了 从大同撤往宣服 从大同撤往玉县 准备从玉县逃跑 第二个解释就是 为什么是走玉县 而不是说 撤往宣服 因为从后来的行程上来看 如果明军不是说走玉县 然后从玉县再到宣服 这是绕了一个大远 如果不是绕了这个大远 明军是直接从大同撤往玉县的话 野仙根本就追不上明军 就不会有后来的土木之变 明军可以顺利的从宣服 最后撤入居庸关 使官们说 从大同去玉县 是因为玉县是王震的老家 王震是玉县人 王震是要衣锦还乡 要带着皇帝回家看看 风光风光 所以出于私利 王震是带着皇帝走玉县 第三个使官们的解释 就是既然怕了 是吧 最后也风光了 那为什么不按照计划 从紫金关回北京 使官们的解释是 因为王震听当地的百姓说 说大军如果要是从玉县经过 就会把庄稼采坏了 所以为了照顾自己的乡亲 王震临时决定 不走紫金关 而是绕道宣服 从宣服回北京 一句话 王震因为一己之私 把部队带入了绝境 这是一场根本就不应该去 并且完全是因为王震寻私 而打败的战役 整个故事就是一篇举报文章 揭露王震 私心误国 我其实是认为 使官的说法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王震的粮食 能支持他们走多远 因为使官们最后也承认 王震是存在粮食问题的 我们的这个梁震 王震这个粮食不够走回家的说法 其实使官们是不反对的 因为他们后来也承认 粮食不足是王震仓促撤军 和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王震的粮食既然不够走回去 那他为什么还要绕远路呢 是吧 明明已经没有粮食了 为什么王震不入紫金关 补充粮食呢 明明有饱饭吃 可以吃得饱饱的 他们为什么要饿着肚子 走向宣府呢 这是使官们所说的原因 无法解释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 王震到底怕不怕野仙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 王震被吓得不成 他为了让皇帝回来 不断的吓唬皇帝 可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他害怕 那他就应该从紫金关 返回北京 他为什么要返回前线 对吧 他从玉县折往宣府 宣府当时也是前线 你就想象一下 王震为了让皇帝撤军 从大同撤军 不断的吓唬皇帝 现在他用什么样的说法 能说服皇帝 已经被他吓得 如惊弓之鸟的皇帝 说咱们再返回前线 你这么反反复复的和皇帝说 皇帝最后不会生气吗 一个事实其实就是 大同全军覆没 这件事情 王震从北京出来以前就知道 因为就是因为大同陷落 皇帝才御驾亲征的 对吧 王震在北京的时候不怕 到了战场 他就怕了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王震从北京出发到大同 再从大同到玉县 再从玉县到宣府 其实这一路上 根本就没看见过 野先的部队 你记得吗 王震到达大同 听说野先跑了 王震怎么做 王震要追击野先来着 你说王震这个时候害怕吗 王震要害怕 王震会派兵去追击野先吗 郭震得给王震讲什么样的鬼故事 才能下注王震呢 而且你再往后看 当王震听说蒙古人追上来以后 他怎么办 他先是派出一万骑兵去阻击蒙古人 这是一个害怕的举动吗 不是啊 这是一个很轻视蒙古人的举动 然后呢 然后王震派出4.5万人去教训野先 这是害怕吗 害怕的人会派这点兵去招惹野先吗 不会 王震的意思是派一万人去就够了 是吧 告诉野先 我知道你来了 你少耍花火 我不准备和你打 你走了就得了 最后派4.5万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王震的意思是 野先你啊 你给脸不要脸 是吧 那我就把你埋在这 王震认为 这是足够击败野先的 有4.5万人就能击败野先 王震现在手里有30万人 我问你 他怕什么 这个时候的王震根本就不怕野先 王震从打大同出发过狱县一直到宣服 这一路上就没有怕过野先 正相反 他看不起野先 至于说后来那个说说王震担心庄稼被踩坏 我跟你说 这个说法缺少常识 我要是王震 我巴不得粮食全 庄稼全踩坏了 为什么 明朝这个时候 不缺钱 是吧 预宪的百姓为了帮助大军 粮食 庄稼全给踩坏了 是吧 王震肯定可以找到皇帝 跟皇帝说 您给点赏赐吧 为了您的胜利 我们玉县的百姓付出了老大老大的损失 你觉得皇帝能亏待玉县的百姓吗 王震要是不明白这个 那这些年他真的是百感 王震转弯 其实最终不是照顾了百姓 是让百姓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是让这里的百姓白忙活了 我要是百姓 我恐怕会很抱怨王震的 是吧 我跟着大军排练了好几天 又游行了一天 结果最后 什么赏赐也没得到 白忙活 我给你一个认为 讲得通的解释 其实 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这个微博里发言 对吧 我是认为历史啊 应该这么读 历史有很多种可能 是吧 你想象力丰富 你可以想象出很多可能 哪个是你相信的 我认为你就可以认为 哪个是真实的 你就可以这么认为 我的历史没必要和别人的相同 可信就是真实 听自己的自己去想 我不是一定要你相信我这个解释 我只是告诉你 你也可以这样去想 独立思考 绝不盲从 这是我给你讲这段历史的本意 你千万不要说 拿我这个历史去参加考试 是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是希望你能独立思考 抛砖引玉的意思 不过你也听听 我给你讲的这个 王震大转弯的故事 和史官们的相比 哪一个更可信 第一 我们说王震不怕野心 一直到朱勇4.5万人 在耀尔岭全军覆没以前 王震根本就不知道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明军虽然有50万之众 但其实打不过蒙古军 王震不知道 大臣们也不知道 只有旷野知道 他虽然不停的在说 但你看见了吗 根本就没有人听 因为私心蒙蔽了 所有人的双耳 王震撤军 不是因为恐惧 王震撤军是一开始 就计划好的 我就没带着持久战的粮食来 走一圈 把野先吓唬走 这件事就完了 从来没准备 真和野先打 王震其实和野先 他认为没有仇 出来走这一圈 不是为了要解决野先的问题 是为了要解决 明朝内部的斗争的问题 最主要的战场 不在大同 在北京 第二个问题 其实是回不去 是吧 因为我们算过 粮食不够走回去的 我的与众不同的观点 就是粮食问题 是王震去御县的原因 王震所以要绕到御县 是因为粮食问题 他把一个天大的功劳 给了自己的乡亲 什么功劳呢 救皇帝 御县人倾尽所有 救济大军 大军在御县得到了粮食 去御县 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这我不知道 但去御县以后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 大军不缺粮食 你注意到了吗 当时是几月 八月对吧 皇帝八月一日到达大同 八月四日离开大同 咱们为什么强调这个日期呢 八月份啊 河北开始秋收 秋收 一个缺粮的军队 在这个时候 去了一个秋收的地区 然后就不缺粮了 怎么解释 当然是得到了粮食 王震在御县得到了粮食 于是 大军不缺粮 这是我的一个新观点 第三个就是 那王震为什么不走紫禁关 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必须走宣府 从宣府走居庸关 回北京入安定门 这不是王震的必须 这是皇帝的必须 皇帝是干什么来的 我们还记得吗 皇帝是出来圆梦的 你要知道这条路 从北京出发 出得胜门 走居庸关去宣府 再从宣府北上进击草原 然后得胜而回 得胜而回呢 回宣府休整 住两天 整理盔甲 擦擦兜枪 然后整个部队 威风八面的过居庸关 再进北京的安定门 沿途接受 万民欢呼 这是朱棣和朱启瞻 曾经走过的黄金线路 这是一条英雄之路 朱启镇这回出来 就是重走英雄路的 你说让皇帝绕道走房山 那太跌分了 必须回宣府 然后必须得住两天 整理整理 然后干干净净的往回走 露脸啊 这才刚刚开始 好 你普吉岛三日游 最后没看见海 那你算什么呀 这个 所以走宣府是必须的 你明白吗 现在有了粮食了 而且根本就不怕蒙古人 那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呢 当然要走宣府 从玉县到宣府是必须的 我的个人的观点就是 从来都没有走紫金关的可能 去玉县不是因为要走紫金关 顺道过玉县 去玉县是因为要去玉县取粮食 从一开始就是一定要走宣府的 实际上从玉县出发的时候 皇帝王震的心情应该特别好 当时有两个人劝皇帝走紫金关来着 一个呢 就是跟过来的新任的大同总兵 另一个人就是那个旷野 为什么呢 只有这两个人 现在非常关注野仙的动向 只有这两个人 现在他们知道 野仙的消失 不是好消息 对于野仙在哪 这个问题 我们的史官们 其实始终在写历史的时候 就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因为恐怕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当时不关心 因为注意力就没在野仙身上 当时这场斗争当中 野仙不重要 重要的是北京大臣之间的那场斗争 这是所有人关注的重点 所以当时对于野仙在哪 就没有人关心 随他去 后来呢 后来在写这些历史的时候 也不关心 因为写历史中啊 这个写文章的笔墨都用在了揭发 揭发王振 野仙这个小配角 你不能写的太多 你写太多 中心思想就不突出了 所以野仙在哪 这个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史书上却压根就没有提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心野仙在哪 可是 我们不需要等太久 野仙马上就会自己跳出来 再过三天 野仙自己会告诉你 他在哪 明军旅游团 我们知道 现在从大同胜利归来 在玉县装满了粮食 带着几千辆大车浩浩荡荡开往宣府 然后准备从宣府回北京 沿途 现在估计已经安排好 接家了 欢迎的场面 万众欢腾 迎接我们的皇帝 大胜而回 一切 好像都风平浪静 就在这个时候 出事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先 下一回 我们的故事继续 我非常希望大家加我的微博 新浪微博 自说自话的掌柜 和我一起说历史